好 我们 我这边剩最后一个了 这十五位里面的最后一位 霓虹花园 我从不觉得存在 我从不需要明白 其实写这首歌很快 就是导演已经宣布了规则以后 我在那个后台的时候就已经构思了 我想的是十二有很多的可能性 后来夏老师他整个一个逻辑 就是十二是一个轮回 我和他站在外面和我们商量 这个十二到底是他的其他含义没有 他的其他含义可能我们商量出来的结果就是 他就是一圈的轮回 我说一圈的轮回就代表了这个东西 他可能就是一个无限的东西 一个无限的东西 他也可能就是一个虚无的东西 达到十二这个时候 然后又是特别的小 因为十二十二我们想到的是什么 十二可以是一个轮回 然后它可以等于无限 可以等于新的生命 尤其是对于我个人来讲 我在十二岁以前 我可能受社会或者家庭 还是学校那种绑绑那些东西 但十二岁过后 直到有一天 摇滚乐闯进了我的生命里 我一夜之间被拯救了 就摇滚乐真的是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支持 支持你